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关于线性算符 如果算符作用到任意两个函数 UEX和URX的代数和上的结果 等于这个算符分别和这两个函数作用之后再求和 也就是说下面这个公式如果是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算符是一个线性算符 所以线性算符它的这个含义并不是说很复杂 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像对X的导数和偏导数 这都属于线性算符 再比如说相反的例子不是线性算符的 像三角函数比如说取对数开根号 这些呢都不属于线性算符 所以线性算符一定要满足这样一个等式所表达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等式当中呢还有就两个常数 一个是C1和一个是C2 这两个一定是常数而不是变量 一定是系数而不是变量 另外呢在量子力学当中假设的线性额米算符 那什么又叫做额米算符 额米算符也叫自共额算符 如果一个算符对于任意函数 菩赛它要满足这面一个积分式的话 那么它就称之为额米算符 这个积分式是什么呢 解释一下 第一项菩赛星代表的是菩赛这个函数 它的共额函数 第二个符号是ACAP 显然是一个算符 之后ACAP作用到哪了 作用到这菩赛这个函数上 ACAP作用到菩赛这个函数上之后 乘上这个函数的共额函数 在整个空间积分 如果说等于什么呢 等于ACAP作用到这个函数上之后 再求一个共额函数 再与这个函数自身相乘 对整个空间积分 这个式子要相等的话 那么这个算符呢 就是一个额米算符 或者叫做自共额算符 到底一个函数是不是一个额米算符 要通过这个等式去证明一下 就是直接看 不是说很容易看得清楚 但是我们直接看能看清楚 简单的 我们用的很多的这些 比如说乘号 它就是一个额米算符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还可以再证明一下 动量算符 它是不是一个额米算符 动量算符 我们说它在各个方向都有分量 比如说任意一个坐标变量 就是用Q来表达的 它等于负IH8偏比偏Q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动量算符 带到上面那个表达式当中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上面那个表达式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 普赛是没有区分的 都是唯一的一个普赛 只是它是不是公额而已 但是我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 你可以带不同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在证明的时候 前面的这个函数是U1 后面那个函数是U2 那我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没有关系 U1星是U1的公额函数 U2呢就是这函数本身 PX cap首先作用到U2上面 之后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学处理 那这个数学处理过程呢 我不去仔细去讲它 最后呢我们应该是可以得到 就是上面的那个等式是成立的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共和项 挪到后面去以后 和你这个算符合到一起 之后把第二个函数放到前面去 去乘一下就可以了 应该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大家如果说对这个动量帅服 是不是阿米帅服的这个证明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过程 那么在证明的过程当中呢 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所使用的两个函数 U1X和U2X一定是有限的 就是要求它一定是有限的 只有它在有限的时候 那么这两个空间 在整个重复无穷到正无穷的 这个空间积分的时候 它才能够等于零 上面那个式子才能得正 否则的话是不成立的 我们说还回到量子力学 基本假设的第二个 就是一个微观体系的 任何一个可观测力量 都对应了一个线性额米算符 那么什么叫线性额米算符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说明了 什么叫做线性算符 我们也说明了什么叫做额米算符 那什么叫做线性额米算符 很简单了 就把线性算符和额米算符 叠加到一起 如果一个算符 既是线性的又是额米的 那么这个算符就叫做线性额米算符 那在进行算符运算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进行力学量的算符化以后 在进行算符运算的时候 它有一个运算的规则 算符的运算规则 也并不是说很复杂 比如说第一个算符的相等 什么叫算符的相等啊 两个不同的算符 如果作用到同样一个函数上之后的结果是相等的 那么这个算符就是相等的 就是A卡等于B卡 再比如说算符的加法 算符的加法 它满足一般加法的那个交换率和结合率 比如说我用这两个式子可以表达清楚 它的加法的交换率和结合率的问题 任何两个算符相加的时候 可以加合到一起 也可以给它分开相加 比如说三个算符相加的时候 我可以两个两个组合 甚至可以颠倒顺序 都可以 这算符加法满足交换率 也满足结合率 再比如算符的乘法 算符的乘法 一般情况下不满足交换率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算符A乘上第二个算符B 它等不等于B算符乘上一算符 这个不一定 我们说2乘上1等于1乘上2 这是普通算符的乘法 我们说一个函数A乘上另一个函数B 等于函数B再乘上函数A 这也是函数的乘法 这都是满足交换率的 但是算符的乘法不可以随意的调换顺序 就是说你哪个算符先作用于一个函数 第二个算符在作用于第一个算符 作用之后的那个结果的时候 我不可以把这两个算符 后作用的那个变成先作用 先作用的那个变成后作用 这是算符的乘法 千万要小心 满不满足交换率 怎么办呢 我们后面会讲 我们有办法去证明 什么时候可以交换 什么时候不可以交换 另外还有一个算符的乘方 A cap的平方等于A cap乘A cap 相当于两个算符相乘 我们再证一下 就是关于算符能不能交换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两个算符 一个是坐标算符 一个是动量算符 我先说一下什么呢 先作用一下 我先用X这个算符 作用到一个函数上之后 再被动量算符去作用 你看第一个式子 看一下第一个式子 X作用了之后 再用P去作用 X我们说 X算符就是它自身 那我就用它自身去作用 就乘上这个函数吧 之后再用P算符作用 P算符等于什么呢 偏IH8偏比偏X 那你作用的结果 你再看和什么比较呢 和X cap P cap去比较 我先用P cap去作用U 之后再乘X 你看这两个结果 肯定是不相同的 因此说什么呢 因此说 这个坐标算符 和动量算符 它们两个不能够 相互交换顺序 在进行算符运算的时候 在进行量子力学处理的时候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绝对不能说 调换顺序 那到底 这个算符 什么情况下 可以进行交换 我们这里面 需要讨论一个关系 叫算符的对异关系 就是A cap乘B cap 和B cap A cap之间如果相减 会是什么样 我们这里就把 这个A cap乘B cap 减去B cap乘A cap 称之为算符的对异关系 也叫做对异值 为了简单起见 就用一个方括号 写上A cap 动号B cap 叫算符的对异关系 那这样一个对异关系 就是方括号 A cap B cap 这样一个关系 它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 可能等于零 也可能不等于零 如果说这个常数等于零 那这个太好了 就是A cap和B cap 可以交换了 满足成法交换率了 你先写哪个 后写哪个 在成法当中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说 这个关系 不等于零 那你这个时候 算符不可以相互对异 你不能给他们交换顺序了 就会受到限制了 所以坐标和动量 不可以相互对异 我们前面证过了 那有一些可以相互对异 有一些不可以相互对异 比如说 两个坐标之间 可以相互对异 比如说X和Y可以对异 X和J Y和J都可以 两个动量分量之间 也可以 但是动量和坐标之间 不可以 所以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表当中 你看到的 等于零的这些关系 都可以相互对异 不等于零的 都不可以 这些关系 都可以相互对异 都可以相互对异 这些关系 都可以相互对异